爸爸你辛苦了 你覺得爸爸偉大在哪裡 爸爸偉大在他一個很厚的肩膀 在這個偉大的日子中 向父親說是怎麼辛苦 但像永遠的女兒子人不得靠出聲 因為她最了解 她的父親是有多偉大 在這幾年前我們太太 小時候 10年前我們女兒牆好 頭腦就吹起了 醫生說放了 我堅持給我留下來 在這3年前 我自己也就這個感染 這時候在長州以後 親自辦法中鎮隔禮品 但就用核酸今年保理店 沒還父親 也將代表保理店 這時候南島管政府的標榮 醫生命運氣的意 將來不斷賣 用死命對家庭 對住路 以及對社會付出全部的愛 她的故事令地風人數感動 也因為她是真真正的魔犯父親 當初也是社會的力量 讓我們有這個 這個意志來 還要走下去 還不走 怕離世世的 這個優候 讓我們有這個力量 還要走下去 做是魔犯父親 最沒有說她對子女 她當初的心理 分明的狀態 可以說不離不棄 她本來有做剝禮的事 也要先來掌握 後 全身全力來照顧這位女兒 我認為這段 也在我們力裡面 大家都很推薦 看來她的辛苦 是值得被肯定的 好 謝謝 謝謝 像萬元憲和喜氣的表揚台會 很多是專家大社全補出動 今年保理頂總共推選出 17位魔犯父親 才是頂公所今天公開表揚 其中也包括南道館議會 副議長 拍一傳的父親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父親的角色在家庭 半年是非常的吃重 所以說在父親姐前戲 除了跟這些 當選魔犯父親的父親說聲 父親姐快樂 也跟全天下的爸爸說聲 父親姐快樂 今天這個魔犯父親標榮台會 安排有政策的歌舞表演 國際幾邊出席非常擁有 在這個維大日子來臨前 向每一位維大父親 表達上中國的建議 也向他們說一聲多聲 祝他們父親這個快樂 繼續王朝聖蔡宏報道